得了吧 你别自欺欺人了 我还不 你们在聊玫瑰吗 玫瑰的红枕怎么样了 会不会 影响到他参加营展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猜 万主席送我们什么了 燕窝 很值钱的 影展的事你就放心吧 我跟万主席已经拉好关系了 我说田太太 你的演技真的是很好 那吉隆坡影后的人应该是你 我就是看见你对顾老板说谎 我才记得原来我小的时候吃过榴莲 吃完之后全是 我看见你对顾老板说谎 我才记得原来我小的时候吃过榴莲 吃完之后全是 我最后可能点准备 你会把他的摹目标 那是什么 你给他摹目标 你不想要 你得了 我看见你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稀有的水果 你可以跟我分享吗 过两天 陪我去趟吉隆坡吧 过两天 过两天是卫尔院的开放日 会有一些有兴趣收养小孩的夫妻来探访 对卫尔院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就是说你不能陪我去吉隆坡了 对不起 言美 你别生气啊 我有一个这么有爱心 善良漂亮的老婆 感恩还来不及呢 哪儿会生气 我打算开一张支票给孤儿院 你不是跟我说过 孤儿院需要资金重建吗 受你的影响 我也做一些善事 我看文文画得还真不错 很有艺术天赋 而且我看见文文画得都是我们三个人 而且嘴巴都画得很大 哥 对不起 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我是喝醉了才会胡言乱语 乱发脾气 但是我真的无意冒犯大哥 请你千万别把那些话放在心上 你骂得对 喂 我真的是太无知 太幼稚 我太失礼了 对不起 你骂得对不起 起来吧 起来 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 管你的私生活 我只希望你专心工作 不要影响医民的声誉 尤其是过两天的营展 我打算 派你做代表 出席这次活动 哥 你不去吉隆坡了吗 我不去了 我知道是什么